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联细说Linux配套视频 我是沈超老师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还有兄弟联的官方论坛 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第十讲12基础 这节课还是第十讲的第四节背识的变量 那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位置参数变量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变量的概念和变量的命名规则 然后讲了用户资金的变量和环境的变量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位置参数变量 首先我们来看看位置参数变量有哪些 在Linux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些位置参数变量 首先大家要注意位置参数变量是固定的 它的变量名称是固定的 当然这个$NN的意思是数字 它的意思是数字 也就是说$1,$2,$0 它都代表的是位置参数变量 它的这个名称是固定的 名字是固定的 而且它的作用也是固定的 我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在里面传入不同的值 那先来看看这几个变量的作用 $N其中$0代表你执行的这个命名本身 而$1到$9代表这个命名后面根的第一个到第九个参数 如果是10以上的参数 它可以识别更多的参数 你的这个数字需要用大括号包含 也就是说$10用大括号或者$11用大括号扩起来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接收你的用户向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序当中传递的这个值 如果我们是事先写好了这个程序 那如果事先写好 那这个值呢 必须事先写到这个变量当中 写到这个程序当中 但是在有些程序当中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计算器 做一个加减乘数的计算器 那我不能它加的永远都是那个固定的数值 如果我把数值长量写到这个程序当中 那这个值就是固定的 你只要执行这个计算器 它都永远算的就是1加 那这个肯定不符合我们的计算器的要求 计算器的是这个要求是允许用户不同的在 允许用户在这个输入不同的数值 然后进行不同的运算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用$N 位置参数变量的形式 向我的脚本当中 向我的脚本当中传递我需要的数值 那这么说起来好像很难理解 我们写个程序来试一下 我们写个程序 那昨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这 那我们重新创建一个 SSSH目录 然后呢把所有的.sh脚本都移动到sh当中 好了 我们cd进去 那现在我们来写第一个位置参数变量的这个脚本 那我就用拼一码参数.sh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参数的脚本 我后面可能还要写多个 我就叫参数1 那我们说过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这个share脚本都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 标称 我以下写的是share脚本 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看echo倒了0 倒了0 echo倒了1 echo倒了2 echo倒了3 这个作用很简单 echo内容我们已经知道 输出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后面的变量的 它的结果 那我们执行一下 保存 陈志默的 755 给参数1这个脚本赋予执行权限 然后执行参数1 如果我不 这个脚本后面不加任何参数 它打印的看 只有刀的0有数据 因为我们说 刀的0代表当前命令的本身 那刀的0当中是有数据 是代表了在里面传入的是当前这个命令名 但是刀的123 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所以打印的是空行 那如果我这样写 看空格 这个脚本后面空格跟11233 作为这个脚本的参数 这时候就会输出 这样三个内容 原因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的 这个 看一下参数的文档内容 我要求就是输出 到了0 到了1 到了2 到了3 到了0代表什么 代表这条命令本身 到了1呢 用来接收 你后面输入了第一个参数 到了2 用来接收第二个参数 到了3 用来接收第三个参数 当然 在这个脚本当中 我并没有写到了4 到了5 到了6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后面还有更多的参数 那么 它不会再有任何接收输出 那这就是位置参数变量的作用 为什么叫位置参数 看首先第一个位置用刀了0接收 第二个位置用刀了1刀了2刀了3 那为什么叫参数呢 它接收的主要是参数 这个刀了0 接收命令本身 可能还没有我们这个有作用 我们用这种位置参数变量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通过你人为的写这个参数 然后呢 向我的脚本当中传递我需要的数值 传递我需要的数值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样做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只是输出 那我们就说 写一个刚刚说的这个 我们写一个简单的加法计算器 看 定义个变量 No.1 等于到了1 No.2 等于到了 那也就是说 我需要在这个参数后面跟两个参数 才会把这两个变量 把这两个参数的值 负给这两个变量 然后定义SUM SUM是$1加$2的和 注意 要想进行数值运算 必须加这样的$双小括号 扩起来 它才能够进行数值运算 这是我们Linux的Share的标准格式 这里大家先知道 我们后面讲运算符的时候 会重点来讲这个运算符 好了 然后打印和 其实就是什么 你在命令执行的时候 随便输两个数 这两个数就会输给No.1 或者No.2 然后呢 打印出来 把这个两个数加起来 把它保存在SUM这个变量当中 然后把这个SUM的核输出 相当于一个加法计算器 那我们来写 我们写参数2 在SH 好了 那这样我直接啊 直接我不用那个什么了 我直接SUM等于 $ 双小括号 然后呢 $1 加 $ 也就是说 我省略了 把$1 $2付给一个叫No.1 No.2变量的过程 其实这样是可以的 因为 $1和$2本身就是变量 所以让它直接请假 然后呢 打印 到了SUM 打印核 如果你想看一下 有个输出 有个输出内容 那我们可以用双一号括下来 比如说 写一下SUM AZ 核式 然后用末号打印这个保存 然后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参数 2.SH 执行参数 这时候输入数字112 就会把它相加 计算它的核是33 当然 我们回来再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首先是有 它是有漏洞 有bug的 第一 我在这个脚本当中 并没有要求 给你用户任何提示 说你必须给我 输入两个数字 否则这个脚本不能正确执行 那也就是说 这个脚本 只有脚本的编写者 也就是说 咱们才知道 我需要像这个脚本当中 输入两个参数 它才能正确执行 而且这两个参数 必须是数值 必须是数值 第二呢 它也没有做任何判断 也是说 如果我没有输入参数 这个脚本就应该报错 不应该让它继续计算 或者我输的这个参数 不是数值 我是不是就应该去报错 来进行计算 但是这些东西 包括接收 这个显示用户的输出信息 包括判断都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内容 我们后面会逐步的来完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语法的规则 那目前呢 我们就先用它来理解一下这个位置参数变量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刀断就是用来把你的命令和命令后面跟着参数传递给脚本当中的刀了这到刀了数字代表的这个位置参数变量 这就是位置参数变量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命令行和命令的参数传递到脚本当中 目的就是为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做计算器 你总不能让永远都是一加二了 这个参数它的加的这两个值应该是随着你的输入而进行变化 那这个时候位置参数变量就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好了 位置参数变量除了$N之外 还会有$X $X 那$X和$X它的作用都是代表所有参数 它俩有区别吗 有 $X是把整个参数后面的所有的参数看起来一个整体 而$X呢 它会把每个参数区别对待 而$X呢 会返回所有的参数的个数 赶紧写了几个参数 它就会告诉你 你输了三个参数或者四个参数 那还是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脚本来看看这个 这三个符号的作用 其实啊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三个输出 打印啥 ecoology 打印参数个数 把所有的参数返回 打印一遍 把所有的参数返回 打印一遍 那这前面的这些 其实都是仅仅是为了让你看得清楚 哎 它代表什么 所以这个数 那我们这里写个例子 那我可能就不写这么复杂 我就直接是参数3.sh 所有的脚本都必须这样开头 那我们写 直接eco eco什么 到了 到了 警号 输出参数的过程 然后呢 参数的个数 然后呢 输出到了星 返回所有的参数 到了 at 返回所有的参数 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看看这三个符号代表什么含义 然后给他赋予执行权限 参数 参数 这回是三 然后呢 参数三 看输入你的足够的参数 只要用空格分开 参数总共输入六个 大家一目了然 哎 也就是说 这个 到了警号 他不会 计算 任命本身 他计算的仅仅只是参数 所以 他没有包含 这个 他后面说的 只是计算 你输了 六个参数 到了星 和到了at 他的作用都是把 整个参数返回 他们两个之间有区别吗 有一些区别 这个区别 其实如果说 不是写一些 这个 非常非常 别扭的脚本 或者说 我们非要用参数 往里边传置的时候 要不然一般也用不到 那我们就说一下 到了星号 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参数 看成一个正式 而到了at呢 会把所有的参数 区分对待 这样说很难理解 我们来写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脚本 这个脚本的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 到了星和到了at的区别 那看 先解释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我们目前还没有讲 我们后面会讲 那我们暂时先看一下 for循环是什么 for它的格式是这样 for i 印后面跟值 印后面跟几个值 这个for就循环几次 每次循环 把它的值 负给变量 i 那我们说到了星号会把所有的参数看成一个正式 那也就是说你不管后面写多少参数 这个for循环他都会认为在印后面只有一个值 那如果是用到了星号这个for循环只会循环一次 这次循环会把所有的你输入在后面的参数打印到一行 那如果是用 doll at呢 doll at它的作用是 它把每个参数都是看成独立的 那也就是说后面写了doll at 如果你跟了多少个参数 比如说一二三我跟了三个参数 他会认为 这三个参数是独立的 所以这个for循环 会循环三次 每次循环都把这个数值负给变量外 那也就是说到了星号 因为参数是整体的 所以不管你有几个参数只循环一次 然后把所有的值参数所有的值都负给变量 而doll at呢 你有几个参数就循环几次 每次循环把参数负给变量外 如果打印 它会打印变量一 再打印变量二 再打印变量三 而这个第一种 它会把一二三打印到一行 这就是它的区别 那这里啊 我定义了个x 它的目的是干嘛 在输出的时候可以写入 这是第几个参数 它的值是多少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每次执行完给x加1再循环 那这个只是为了调整输出格式 如果我们不写这个x 也是可以正确执行了 那么试试 那么试试 我们这时候就应该是参数4.sh 我们写一下 好了 发行环 注意你这个参数 新号到了新 要用双眼号扩起来 否则不扩起来 它不认为这是一个整体 它的这个含义就会丧失 它会把所有的参数 都当成单独的来打印 然后呢 我们的foil 它是用度和档来代表包含 代表封装 然后输出到来 那这就是第一个foil循环 第二个呢 foil in dollar at 然后也同样度 大 然后呢 echo的是 dollar at 我们就来执行 看看这两个应力 循环有什么区别 来 给它赋予执行权限 这应该是参数4 好了 执行它 4 啊 对 1234 输入四个变量 四个参数 回车 哦 这里有点小问题啊 有点小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脚本写的 我们看一下 排一下错 dollar 问 dollar 啊 这块写了个输出的不是dollar at 而应该是dollar 啊 dollar 好了 因为我要输出的是它的值 看它 每次循环把什么值付给它了 对吧 啊 这块 好了 那重新来执行 大家就会发现它的区别啊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脚本输出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循环 刀的信号 会把所有的参数单成一个整体 所以 它只执行了一次 刀代里面付的值 是后面的四个参数 也就是说 它输出的是1234 但是dollarat呢 它把后面跟的参数 当成了四个不同的独立的参数 那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参数 有dollar1的时候 这个for循环 就循环一遍 给dollary 负的值 就是1 所以会打赢1 当是2的时候 就会打赢2 哎 这就是这两个参数的区别 dollar星和dollarat 其实这两个参数 我们回来啊 回过头来看 这两个参数 它主要还是用来什么 区分 我往脚本当中传递的这个参数 到底是独立的 还是整体的 那 其实我们说 位置参数变量最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向程序当中 传递我们需要的这个值 但是啊 位置参数变量 它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除非这个脚本是你写的 否则你根本不会清楚 我需要在我执行的脚本 后面要跟进参数 而到底跟几个 我也不太确定 那我们呢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超哥其实是建立 用其他的方式 来接收用户的键盘输入 而不是采用位置参数变量 那这里呢 我们有这个参数 在over 在一些脚本当中 它还是比较有作用 包括我们系统 自带的一些脚本 那么最起码 我们得能看懂这些参数 它是什么含义 就算我写的时候 我不习惯用这种方式 但是你也到 要是能看懂这种参数 它的好处就是什么 可以在命令执行的同时 结束脚本 而不是像我们后面讲的锐 它的作用是命令执行完了 必须单独来敲入 这个敲入参数 往里传递 这是两个不同的区别 所以呢 位置参数变量 也会在它的这个方面 有它的作用 我们这里要做的就是 熟练它 掌握它 然后把超哥刚刚敲了 这四个参数的例子 大家都要做会 好了 那这节课就是这样 我们这节课 讲了位置参数变量 位置参数变量 主要有四个 一个是$n 行动$0 代表命令本身 $1到后面 就是代表第几个参数 $星和$8 都代表返回了所有参数 $星是当成一个整体的队列 $8 每个参数单独区别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高的警告 它的作用是返回参数的个数 有多少个参数 返回多少个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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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